大家好,我们今天讲第十四条,长引线 长引线,上一讲讲了十字心 十字心,我们就是一根线 一根线,而长引线我们也是一根下个线 长引线我们主要有两类 第一个是长上引线和长下引线 长上引线就是个股从最高价往下跌 对吧,形成一个最高价 跌了之后,然后形成了一个引线 就是形成了一个长的引线 比如说这个股,像这里 像这里,像这里 都形成了长的上引线 而个股从最低价往上涨 形成了引线,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下引线,下引线,下引线 这都是,而比较长的就是什么 因为它引线的位置比实体长 你看这个引线,这个长度 比它这个长,比它这个实体 因为它实体这么小一点 它比较引线很长 像这种引线很长,长于实体的 都是比较什么 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重要的位置 这个长上一线,长下一线 它形成的原力是什么呢 就是主力想出货 在分数上先某力拉高 然后再逐几回落 形成了长上一线 就是它先拉起来 甚至拉得涨停 然后再逐波跌回来 这样子的时候就形成了 在分数上形成了一个什么 高高的或者前期高高的往上拉 后面开始从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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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回落 往回落 而主力想进货或者想洗盘的时候 在分数上先大力的往下砸 子地砸 甚至有的大跌停 最好的就是很多时候砸到负百分之七 负百分之七 然后开始逐几回落 逐几回落 形成了一个长下引线 长下引线 这个方法呢 跟我们原来讲分数图原理的 那种重点位置 7.13 正负7.13那个位置就是差不多的 个股在7.13以上没有量 量价背离 到百分之七的位置 甚至到百分之八百分之十的位置 没有量 就开始逐几回落 因为上面想往上拉 动能不足 动能不足 它又是开始往下跌 开始往下跌 而在负百分之七 7.13以下的 往下砸 也是卖单开始不多了 卖单开始不多了 然后开始往上 然后开始往上 后来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足迹回落 足迹回落 足迹回升的 足迹回升的一种开始 形成了一个下引线 这种形成原理 这时候我们大部分 都是有什么 对标形成的 都是有对交形成的 什么叫对标呢 就是庄家 或者说 这个短线的主力位 短线的主力 他自己控制了几个账户 对吧 自己控制了个账户 把这个账户 筹码买进另外一个账户 不断的把价格拉上去 你知道本来市场上 并没有 比如说现在是股价10块 他拉到涨停 11块 那么他就不断的从 4块 卖给另外一个账户 然后10块1 卖给另外一个账户 4块2 卖给另外一个账户 比如他两个手之间 不断的买卖 然后后面主力 拿到4块5 卖给这个账户 卖了之后面 也会有别的一些人 看着这个股往上拉了 赶快追 赶快追 对不对 他就不断的 你看到你买单进来的时候 他就不断卖给你 对吧 他就不断卖给你 所以这样子就形成了 一个什么 双双引线 双双引线 而在别的时候 也是一样 他不断从另外一个账户 砸 砸到另外一个账户去 对吧 一个账户卖 一个账户买 这样子 就足迹回落 足迹回落 有人来接 才把他打下来 有人来接 才给他往下打 对不对 把账户足迹回落下打 这种方式比较对敲 对敲的话 就是在主力 他自己控制着账户 之间互相进行的交易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 市场上自然而然 形成的那种交易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造成一个 狂热的情绪 形成最高价 形成一个恐慌的情绪 就形成一个最低价 形成的长引线 这个时候可以放量 也可以不放量 尤其是形成长下引线的时候 可能根本就没多少量 因为它就它 主力一个人在那扎 对吧 一个几个人扎 而市场上并没有出现多少 这个 看空的那种卖盘 卖盘 这个时候我们在看引线的位置 引线的位置是很重要 它是 上引还是高 还是下引 还是中间的位置 一般来说 在低位的下引线 只跌 高位 上引线 滞涨 就是说在低位出现了一个下引线 那么我们说它短线可能只跌了 在高位出现一个上引线 那么我们可能是来自长的 中间的引线 不改变去死 中间突然形成一个 比如说在上涨途中 形成一个长下引线 它不会改变去死 中间形成一个长上引线 它也可能不改变去死 你可能继续往上涨 你可能继续往上涨 这是我们形成的原理 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长上引线 长下引线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骨 这个骨也有 你看这一天就行上上引线 这一天也行上引线 上上引线 然后这一天行下引线 对不对 它这个下引线这里 你看上引线这里 它先足迹往上拉 是吧 高开之后往上冲 高开之后往上冲 冲了之后 开盘 开盘之后 稍微冲一下 然后它足波回了 足波回了 足波回 然后这一天 像下引线也是 像下引线也是 先往下打 先往下打 一波波往下打 达到4%的地方 然后再一波波往上拉 再一波波往上拉 所以这个拉传的过程中 它量能并不到 你看后面并没有放量 并没有放量 而且打压的时候 它打压的过程中 也没有放量 也没有多少量量 对吧 也没有多少量量 你看这个上引线 也是一样子 也是一样子 也是这种方式 足波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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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种方式 它今天的一个个股 即时传媒 我们看一看 它就形成了一个 长长的下引 长长的算一件 长长的算一件 它也是倒盘 你看开始 急速往上拉 拉了手 但是没有量 没有量 没有量 所以我们今天 买进去的 买进去的没关系 一开盘 它又往下 我有一个往上 拉扯的动作 那个时候就放量了 但是后面 想涨停的时候 就没量 尤其足波回落的时候 现在也没量 所以它到底是打压 洗盘 还是出后呢 还是出后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看明后天怎么走 对吧 看明后天怎么走 有很多 有很多 这个算低位的 这个算低位的上引线 我们再看高位的上引线 接着这个231好了 三续建筑 对吧 你看这个高位的上引线 你看往上 对吧 拉一波 没有量 再拉一波 还是没有量 然后开始主波回落 然后这一天 新增一个上引线 拉一扇 拉一扇 拉到7% 然后回落 量也是没有放出来 但是它属于上升途中 所以上升途中 这个线还没有问题 它还是往上走 还往上走 而在这个地方 已经到了头部了 已经到了头部了 那我们看底部的 或者中间的 像路效科技 这是原来我们做过的一个 这个上次我们讲 7%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股票 你看就是这样 对吧 它的上升途中 上升途中 这里打下来 蹦蹦蹦往下打 达到7%没量 后来开始 它又拉上去了 又缓 又慢慢拉上去了 第二天再来一个涨通 第二天再来一个涨通 所以这给你造成一个恐慌的情绪 这一个造成恐慌的情绪 还有这个时候 你还形成下一线 形成下一线 这都已经在做头了 反正在做头了 这个形成下一线 这就是我们下跌过程中 来下一线 它也虽然有能量 后面赶紧就继续往下 这就是下跌中继的形态 这是上涨中继的形态 它只要还没涨完 还没有往上涨完 它应该还会往上涨 而这里才没跌完 还会继续往下跌 还会继续往下跌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还有原来 这个我也是举个例子的叫 那叫什么 忘记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形成原理 形成原理 这都比较简单 那操作方法呢 就是长引线的一半的价格物质非常重要 即市场上行动前该引线的平均成本 也就是底部的建仓成本 顶部的除货成本 对吧 以该价格化横线 该股是今后股价走势的参照线 就是我们以上引线的1% 下引线的1% 作为它的一个建仓成本 作为它的一个除货成本 这个操作方法 跟我们刚才的设置心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一条原则 线上买入 线下卖出 只要你过了我这个线 过了我这个平均成本的线 我就买进 跌破了 我就要买出 如果之前大动人K线 有效突破开线 飞机买入 也可呀 随时买出 短期内 可能它还不会回事开线 对吧 如果不是大动人K线突破 就要观察三到五天 看股价是否占上开线 如果下去了 如果下去了 对吧 它可能就破了 如果上去了 它可能也往上破 我下去了 我下破 而且短期内可能还会回事改线 其实它动能不强 动能不强 所以它会回事压力 也会回事支撑 也会回事支撑 这个我们就举一些例子 比如我们刚才的一些例子 路上科技 路上科技 你看我们找到它 只要你上涨途中 对下跌途中 所有的线 我就把它找出来 第一个 上一线 你看这个上一线 看到没有 只要引线实体比较大的 引线实体比较大的 我都把它找出来 引线实体比较大的 我都把它找出来 你看这个线 对吧 这个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个看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你要看的比较标准的 就是花个百分比线 然后百分之五十的线就花一下 花一下 然后把百分比线删掉 把这个线删掉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 这是下一线 对不对 然后后面你看 一个涨停 加交通上去 涨停下降 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高 位置比较高 所以后来又回抽 回试 回试 然后说在这里 又来一个掌停一条空 一类一条加分 这边还有一个十字心 我们把十字心也可以画在这里 所以现在这里就形成了高位的十字心 高位的十字心 然后这就成了一个支撑 支撑 支撑 你看 撑到过去 现在就变成了压力 对不对 现在变成压力 让这个地方它也变成压力 一变成压力 所以你只要把这些标准的线 你把它画出来 尤其是在某些高位的地方 高位的地方出现 你把它画出来就可以 反正这里面有上无领线 我就把这个地方上一线也可以画出来 只要有都可以画出来 画出来 你看 上去磨成三天 后来又跌回来 然后再上不去了 再上不去了 很多古都能量 很多古都能量 我们找一些不是新股的股票 比如说这个深行开封 我们看一下高位的 现在今天就形成了一个上影线 上影线就在这里 上影线就在这里 上影线 这个地方有点位置 这个地方有点 这个线 这个线有点下影线 我们把它下影线的位置 二分之一的位置 大概拉一下 现在排到一二三四五 第六天上去 但是没有涨停 昨天也没有涨停 所以现在它还可能会出这个线 这个线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你们要算一下就可以 算一下可以 算一下就是什么呢 以这个开盘价 是阳线的话 这就是开盘价 加上那个低价除以二 对吧 比如说开盘价是多少 五块七毛九 五块七毛九 加上最低价 五块四毛一 加了起来就是 十块二 然后除以二 就是五块六 对吧 五块六 所以这个价格 就是五块六 所以我们说明天这个股的支撑 很重要支撑起来五块六 五块六 也刚好也是在我们八天线 十三天线 十三天线 五块六毛二的一个位置 五块二毛二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线我们就把它写一个 那这个在五块六年 五块六年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这个 厂商也挺像一线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一下 原来我们做了一个股票 叫低安诊断 低安诊断 我们看一下 原来我们要追你 追你 往上涨 涨的过程当中 比方我们在那二分之一位置 对不对 然后往下跌 跌到这一天 实体和阴线差不多 二分之一位置 这个二分之一 我们算一下 就是这个阴线的收盘价 阴线的收盘价 三四七八五八加上最低价 三十四六六毛七除以二 大概是三十 大概是三十五块三毛钱左右 而那一天最低打到 你看最低打到三十五块二毛一 它就打到这个地方 马上上去 而分析处上 根本看不到三十五块三 那个价格 所以这一天打下来 我们说观望一下 对不对 你第二天没有打下来 我可能第三天打不出来 第三天打不下来 你就可以买了 到这里你就可以买了 买了之后 上面那个线 因为涨停线消空 涨停线消空 所以还继续往上走 继续往上走 所以后来又回试这个线 又回试这个线 一二三四 这次因为这个位置 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它就回来回试 如果在位置比较低的时候 它可能不会回来回试了 不会回来回试 这个线就比较低 它就失了一天 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 在这个线 让这里形成了一个支撑 这里形成了一个支撑 这里出现一个跳空 涨停 开始走了一步行情 走了一步行情 然后在这个地方 开始形成一个什么 是吧 颈线位 你看 形成了一个颈线位 是吧 形成了一个头肩底 头肩底的形态 然后再上去 好 再跌下来 所以这里就成了一个压力 然后这个刚好 还有一个均线的压力 所以下面这个股 要是在上的这个地方 一定要外出 是吧 当然一定要外出 这就是标准的一个 跌到下面你可以去买 跌到下面也可以去买 然后这里有一个长银线 所以你把这个线也可以划出来 也可以划出来 那这个影线呢 就是可能在某些 尤其是这个影线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呢 这个指导作用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但是在有些关键的地方 一些关键的地方 影线是非常有作用的 非常有作用的 所以这个要你们就慢慢去体会 慢慢去体会 还有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都可以去这么去做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操作方法 尤其是我们这个大众人推荐 包括我们最近这几个牛股 这个牛股也可以去看 也可以去看 他只要看 看他有没有长三一线长下一线 然后这个都算是 这个也算是 这个也算是 所以这种位置呢 这种位置呢可能比较 有的人说哎呀 你现在去分析这种没什么大意义 没什么大意义 我们说你怎么呢 比如说这种股 出来了你就有意义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现在这个开盘价 对吧 开盘价拉到这个价格 找他的中线位 这个中线位 你就看明天 这个价格也影响 明天如果这个十块 多少十块四 四块三毛钱左右 明天你看我们算一下 开盘价十块 十块加最高价 十块七毛八 除以三 大概是三毛九 对吧 四块四毛钱 我们把它卸在那里 如果明天十块四毛钱 不能同步 我现在就把它除掉 所以这个尤其是最近的上一线 最近的上一线 对我们 现在的主 主造作用比较强 比较强 对吧 最近的上一线 还有我们看一看 因为有别的股 连这一天 最近连这一天 连这一天 连这一天这个股 这一天我们 这个股价 你看这个上一天多少 上一天开盘价 收盘价 收盘价是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加上这个价格除以二 对不对 这个价格比如说是多少 18块四毛九 加上收盘价 17块四毛三 加在一起 你除 就是 九毛二 就是17块 九毛二 一块九毛二 就是 九毛六 就是17块九毛六 我们看17块九毛六 我们看这些最高价做什么 最高价17块八毛六 是吧 它没有上到 这个地方 我们花样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对不对 九毛二 而它的线 昨天打了九块 打了多少 八毛六 没有上去 我们看一下九毛二 它能不能上去 没有 对不对 九毛二是二连八 九毛三是二连八六 没有上去 没有上去 说明这个地方就不行 尤其是水流量也没放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就应该要出货 对吧 我们说就是一个 银行的制造 银行就应该要出货 对不对 你不出货 你看后面就跌得很惨 后面跌得很惨 所以尤其是像这种上一线之后 低开的国家 那上一线之后低开的国家 一定要注意 假设 所以因此我们这样就说 一四三枚 如果明天低开 或者平开 打不过上一线 或者不能放量 打过 这个上一线不能放量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叫出货 那叫出货 还有我们讲这个二二九六 所以这都有些 这个重要的指导意义 指导意义 二二九六 上次的真理也是一个 一个三一线 对吧 第二天往下一打 往下一打 那么你可以观望 我们说强度挑空的 你可以观望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 但这个影线不是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所以要打那些比较明显的影线 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一点 好吧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上下影线 上下影线 下影线也是一样的 下影线也有关键的位置比较重要 就是这个操作方法 线上买入 线上买出 出现八道能力开线 就可以买入 就是高开了 尤其是一双 跳过这个下影线 或者跳过上影线的二线这些位置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线不过 就是说只能说是最近的下影线 要知道意义 最近的 最近的 太远了 但是上下影线 这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多大意义 没有多大意义 好吧 今天这一讲就简单讲到这里 因为这两讲 这两讲给大家原来都讲过 所以我们就简单讲一些 简单讲一些